Google Map除了导航非常厉害之外 还有一些非常实用但是比较少人知道的功能 像在地图上面随时看到朋友或家人的位置 或者是在导航的界面直接切换 Spotify或Apple Music的音乐 另外你也可以看到自己曾经去过哪些地方 像是国家或是城市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些小技巧吧 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Google Map上面分享你的即时位置 包括你随时可以看到你朋友或家人的位置 那要怎么设定呢?首先我们打开Google Map 进来这个页面之后我们点到右上角自己的头像里面 点进来之后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选项叫做位置资讯分享 点进去 点进来之后你的页面可能是空白的 那这个时候按一下萤幕中间的新增分享 然后Google Map就会要求取得你手机的位置存取权 而且要把它设定为永远 是在这个设定的位置里面 它会要求你把它勾到永远这边 你才能去分享你的位置 那现在我们回到Google Map里面 打开订位的设定之后我们来新增分享 这个时候跳出一个视窗 那这边我们看一下上面有一个选项叫做分享期限 我们点进去 这边你就可以选择你想要分享你的位置多久 或者是你也可以选择这个直到你关闭这个选项才会停止分享 那如果你想要设定例如说六个小时的话 你就在这边增加这个小时数 然后下面你就可以选择你要的联络人 那如果这边没有的话呢 你就可以选下面这边有一个更多选项 那我们选择联络人 然后按下面的这边有一个分享 分享完之后呢对方应该会接到一个通知 或者是他打开Google Map就会看到你跟他分享位置这件事情 那现在呢我们点开这个联络人 下面你就可以要求他也跟你分享他的位置 或者是你可以停止跟他分享你自己的位置 那这个功能呢其实在iPhone里面内建的寻找 也就是Find里面也有一样的功能 只是呢Google Map比较厉害的是 因为平常大家都会用Google Map的导航嘛 那你就可以在地图上面随时看到对方的位置 然后要约界面的话也可以随时知道说 对方已经到哪里了 然后下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可以在导航的界面里面 直接切换Spotify跟Apple Music的音乐 那要怎么设定呢 一样呢我们点开右上角的头像 里面呢有一个选项叫做设定 在这里印 设定点开之后呢我们去找到一个选项 叫做导航 在这里点开 然后下面在中间的地方就有一个选项叫做音乐播放控制项 点开 这边呢就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是Apple Music 第二个是Spotify 那我们现在点开Spotify试看看 然后这个时候会跳出一个视窗 就是写说Google Map想要存取Spotify 那你就同意 然后这边是另外一个授权的视窗 那我们这边呢就选同意 这样子就连接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导航看看 那现在我们进到这个导航的界面 我刚才测试了一下 你还是要先点开Spotify的App 然后你要先播放音乐之后 再跳回这个Google Map 但我觉得比较奇怪的就是你如果暂停的话呢 你按这个继续播放 它会先跳回Spotify 然后再跳回Google Map 不过这个功能还算是蛮好用的 那下一个呢我们要来讲Google Map的足迹功能 就是其实Google Map呢会记录所有你曾经去过的地方 那要在哪里看到这个记录呢 一样呢我们先点一下右上角的头像 里面呢你会看到有一个选项叫做你的时间轴 在这里 然后我们进到这个视窗 它现在没有显示任何资料嘛 那是因为我们上面现在选择的是 以天为计算的方式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看到你曾经去过的地点的话呢 就选一下上面第二个选项 这边有一个地点的选项 点下去之后呢 它就会出现所有你曾经去过的地点了 然后下面也会帮你分类 像是你去过哪些餐厅啊哪些机场或者是参观过哪些博物馆都会显示在下方 然后另外第三个选项叫做城市 它会把你去过的城市都标注起来 然后最后一个选项是全球 就是你去过哪些国家 或者是你想要查某年某日你去过哪些地方的话呢 你也可以点这个第一个选项就是天 然后你可以按一下右上角这边有一个日历 你就可以去查说你在某年某日去过哪一个国家 或者是哪一个城市 那如果你不想要Google麦帮你记录这些地点啊 或者是你想要删除过去的记录的话呢 就点一下右上角三个点点 在这边三个点点 然后下面就出现了一些选项 我们点开设定 这边有一个选项叫做位置资讯设定 然后下面有一个选项叫做定位记录设定 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自动记录你的定位的功能关起来了 然后下面这边呢 你也可以去删除你所有的定位记录 然后下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你可以储存你的停车地点 在你停完车之后呢 你就打开Google Map 然后你看到自己的定位标志嘛 就是这个蓝色的小圆点 你就点一下自己 然后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选单 下面就会有一个选项 叫做这围停车位置 点它 然后呢 它就会记录你的停车地点了 然后在地图上面呢 它就会出现一个标示叫做 你的车停在这里 然后把它点开就会出现这个视窗 然后上面就会写说你已经停了多久 这样子就不怕你停车停超时啊 或是忘记你的车子在哪里了 那下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共同编辑的清单 就是我们常常出去玩啊 或者是想要去哪些餐厅 都会把它储存到我们的清单里面 对不对 但如果今天你跟你的朋友 想要共同编辑一个清单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的哦 首先呢 按一下下方中间有一个选项 叫做已储存在这里 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看到你所有的清单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按一下右边的这边 有一个选项叫做新增清单 然后这边呢 你可以帮这个清单命个名 然后重点是 这边有一个私人有没有 私人你要把它改成共用 然后现在我打完名字之后呢 我按一下储存 然后这个时候呢 下面会出现一个视窗 然后他下面写说连结将提供编辑权限 就是你如果要让对方也可以编辑的话呢 你一定要把这个选项打开 然后接着按下面的继续 然后这个时候就自动跳出了分享的视窗 你就可以分享给你想要共同编辑的人 对方打开连结之后呢 就会联动到Google map 并且自动打开这一张清单 你们就可以一起共同新增地点了 然后下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功能呢 就是下载离线地图 就像是有的时候你出国玩 没有网络吃到饱的话呢 就可以考虑用这个方式 先把地图下载好 避免你走丢 那下载方式呢 你可以先选择一个地点 然后我们把这个地点的视窗 把它打开 接着呢按一下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这个时候跳出了一个表单 下面就出现了一个选项 叫做下载离线地图 点下去 然后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视窗 那这个视窗其实范围是有点小 你可以这样子把它放大 那同样的它需要的这个储存空间就更大 那现在我按下载 然后它就开始下载这个地图了 然后下载完或者是你想要管理你的离线地图的话呢 一样按我们的大头贴在右上角 然后中间有一个选项叫做离线地图 点这个选项 里面就会出现所有你曾经下载过的离线地图 或者是如果你要删除的话呢 你也可以直接在这边删除 然后下一个我们要讲的是多点路线规划 就是今天你的目的地不止一个地方的话呢 要怎样在导航上面新增停靠点呢 那这个停靠站可以是下一个或是最后一个 反正等一下可以把顺序对调 假设我现在第一个点我按路线 路线按完之后会出现这个画面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按一下右上角三个点点 下面呢会出现一个选项 叫做新增停靠站在这里 那你就看到上面呢就出现了选项B 你就可以去搜寻你的第二个停靠点 那如果顺序不对的话也没有关系 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来调整 那假设我现在新增的第二个位置 那我想要把这个顺序对调的话呢 我就按着右边的这个横条 然后把它往上拖 它的位置就对调了 那这边呢它就自动出现了第三个地点 让你去新增位置 所以大概就是可以一直新增下去 如果你今天有很多地点的话 大家注意一下呢 这个功能没有办法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就是我有测试过可不可以用公共交通工具 结果发现它就是没有办法显示 所以这个功能大概只适用于你开车啊 或是走路或是骑脚踏车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Google Map的隐藏小技巧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另外呢如果你有什么疑问啊 或是想要学的其他iPhone教学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哦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